- 歡迎收看 DRAG開箱 我是阿魚 今天還是要跟大家介紹 也就是Evergillium的相關成品 今天介紹的東西非常的特別 你們一定沒有看過這樣子的Evergillium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沒錯 就是這個 近期有追Evergillium的粉絲們 應該對這個作品非常的陌生 應該吧 而這部作品呢 相隔現在已經有12年之久囉 這個作品其實是在2009上映的 然後這個作品的名稱 其實可以分為Ever報效玄圓 新世紀福音戰士 報效玄圓 或者是福音小戰士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看看喔 OK 讓我們來看看 非常不一樣的 ASUKA 它正面的話 就是用透明的展窗方式來做呈現 然後左邊的話 就是有明日香跟林波林的產品展示圖 這邊也是喔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全部完整的展示囉 大家應該非常難見到就是 ASUKA穿著就是除了戰鬥服 還有制服 還有泳裝 應該沒有看過其他以外的衣服囉 特別的是 ASUKA穿上了女服裝啦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非常不一樣的ASUKA吧 來看看 這景品的展示影片吧 好玩n Pencha 今天的EVA报效学员 阿斯卡米菩版的景品 今天就开箱结束啦 如果想要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按一下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